哇 本周投资涨经济日报 五档都重压航运股 重点是你一压就有四档涨停喔 因为投资涨的选股比赛啊 之前本来是-30%的绩效 现在逆转胜直接变正10% 真的非常神奇 太厉害了 变成冠军了 而且我接下来告诉大家 航运股还会不会涨 他还会涨 为什么会涨 他有一个神奇的指标是什么 神奇的数据 还有大盘还会不会跌破 大盘要何去何从 很多跌生的电子股会不会再反弹 一切一切的预告 通通都在我们今天的荣耀华尔街 你一定要看喔 大家好 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我是主持人Luna 今天是6月27日 台股开盘15409点 中厂收在15548点 涨244点 美国消费者对通膨预期下降 而且铜、镊、小麦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滑落 大家都很期待FED可以放缓升息脚步 不要再阴阴没带子了 因此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红 再来看到台股大盘今天开高走高 除夕日强势反弹之后会是航海王带领台股攻上万六吗 还是变成水鬼拖垮台股呢 后续盘式解析我们交给经济日报选股冠军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Telegram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常常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Luna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大家好 记得多多报们按赞留言 按赞 我很开心 你说你说 来 我怎么做这件事情 对啊 因为我昨天晚上去捧拍那个花魁的主题 连摄影师都认识你 所以你的心脏很大磕 蹦蹦蹦 对啊 没想到投资长今天一选航运股就大反弹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是啊 可是他讲清楚不是跌倒 对 因为有人就说 这有什么航运股 哇 之前赔钱 对我是赔那一次 我是八进第八进八出 谁叫我那个赵子龙不丹 摩尔赵子龙航海赵子龙不丹 去第八次 赵子龙如果第八次我看到他进去也出不来啦 我刚好第八次进 然后就第八次赔钱 前期就是赚钱的好不好 这个会员可以作证的 现在网络上都不识谣言 都不知道这个 没关系 网络都慢慢作证 只有我敢参加比赛嘛 其实真相实当然可以参加比赛 很多人说虚拟比赛 那你请你的分析师来参加比赛 对他不过188%嘛 这不是很简单 我不是要叮谁 只是越要叮我的人 他会发现 反作诱力越大 他发现反作诱力越大 因为他去参加比赛 哇 原来比赛压力这么大 因为郭忠勇可以承受这么大压力 还可以逆转胜 我是慈善第一个 我可以跟你讲 今天到冠军啦 可以这样赔三成 然后到现在赚10%了啦 然后还变冠军的人啦 我想我故事都可以拍电影 我跟你讲 真的不夸张 真的 这一次的比赛比188%还难啦 你知不知道 是跟大家讲 如果你真的有参加比赛 你知道什么叫选股的话 你知道什么叫真正投资的话 你知道这个蓝善加难啦 好 您继续说 对啊 今天货柜三雄 杨明 长荣万海 都涨停耶 太厉害了 真的跟投资长上礼拜五说的一样 还有会儿也暂停 会儿完盘中也暂停 对盘中有涨停 好 您继续说 跟上礼拜怎样 真的跟投资长上礼拜五说的一样 就是这些跌越深 融资减少越凶的股票 这周就会反弹 是啊 那想问投资长 这后续行情怎么看呢 还会喷出喔 我来跟你讲为什么 好不好 很多理由 好不好 台股走势都在我脑海里面 你去说 对 就是想问投资长说 Telegram 我有看到你说 航运有发放这20%的股利 是利多 但是呢 也是利空 融资会断头 是 也是融资会断头 这个其实也有逐渐在讲 没关系 我觉得大家英雄组的股票也会同 可是问题是哪一个分析师在哈印谷 最寂寞的时候 最恐怖的时候 给你信心 It's me 是我 投资秒是我 这跟大家讲 所以我在跟大家讲喔 你要看我节目的第一个你要看 但是大家越来越不相信 泽泽的时候 他越怎么样 越会喷出去 来看清楚 是 哈印谷啊 那么快点 展停板没有错吧 对 展停板没有错 我现在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很多人不认识我 我们来看一下 有些人是认识我 不认识我是菜鸟啦 好 看清楚是经济日报 来 4月3号 今天4月3号的时候 对不对 我参加比赛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4月3号没有看到 没错吧 来 然后这4月3号 这我嘛 没错嘛 对 对 来你帮我念一下 好 华尔街大亨 郭哲荣 目前是摩尔投顾投资长 曾多次参加本报台股擂台赛 其中 2021年第2季 单季 重压航运股 全季报酬率超过188% 创本报雷台赛历史新高 创本报雷台赛历史新高 本报雷台赛什么意思 他参加比赛从2017-2018年开始 所以14年来 没有人打破纪录 不好意思因为上个纪录是我保持的啦 95%啦 知道吗 很多人想挑战我发现 参加比赛原来这么难 很多人说没有 你不得不认同 什么叫努力跟天分 缺一不可 我讲话很臭屁 可是说没有 我还没有把握我真正的实力 我这次是被人家击到我才把握我真正的实力 因为别人家我很满 你会很多人才知道我每次关福利社我快瘋掉了你知道吗 对啊我们都要一直开会 我们都要一直开会 同朋友 我等于贡献给摩尔啦 有时候这样 对会员朋友不好意思啦 可是我也是很努力在选股票 我没有担忽 只是我很多时间 更多时间是 投资长嘛 你公司的制作人嘛 你同事怎么样 公司的运作 我有时候很辛苦 这次一被人家击到 说走走 这样子你懂不懂 同意的一攻击我 我想说我还要努力选股了 谢谢你们 你们都是我梁思义喔 逼出 那个 最强 稍微强的泽泽啦 不好意思啦 从-30%变10%啦 同朋友来 所以看到 本报的一台色新高 成立在粉丝船怎么样 粉丝人数超过10万人 是全台第一 这都是报纸给我讲的 报纸认证我 报纸认证我你看一件事 报纸认证我 这是报纸认证我郭哲隆 你去讲一件事好不好 报纸认证我郭哲隆 然后除了这以外你去看一件事 你要怎样的分析师 我不去诗话不去马后跑 为什么我这样讲 你看我多红 买个3000万是不是 Lulah 这个新闻有没有讲 联合新闻有没有讲 有 有没有 这是我自己的 这个有些人觉得 是不是头战皮图 没有除了这个我写的字以外 他真的他连我图片都有没有看到 只差这个不一样而已 对零带不一样 台股绝佳买点 郭忠发好语 跌破万五就拿3000万进场 这个很多人说 折安基金啊 折折的国安基金啊 国安基金一放话要进场 股票先暂停再说 都一样啊 一放话要进场马上拉 所以我今天很开心啊 选五党 涨停 四党 可是我有点难过啊 我少赚1000万啦 开玩笑 其实我没有真的很难过 我根本不在乎 如果我要郭忠祥吃你豆腐 我自己偷偷买进就好 我不却这样做 我只是要告诉你 他底了是买点还是卖点 你不看我节目 你早就卖在阿呆股啦 航运股你们要看我啊 我每天都卖航运股 航运股是over 可是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前面七斤是赚钱的 又玩有时候 投资啊你二三十块的时候也有讲过 三四十块讲过还有over 是有讲过啊 所以可是我话又在追啊 他们没讲过我六十六块的时候 两根跌停 那时候 那时候去月五月的时候拉 很多都断章取我的话 可是我前七进七出 朋友 我都是赚钱的 我要讲一件很简单的事 涂谷问一件事 望海这种走势啊 我是航海王的 没关系因为很多玩意都这样子 你看一件事 这种走势会赔钱怎么办 怎么可能会赔钱 坐坐怎么可能会赔钱 从100块不到早上300块怎么会赔钱 涂谷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懂 怎么可能会赔钱 所以你看清楚最恐怖的是 我们要自我介绍喔 这是2019年12月20号 我是韩运的始祖啦 12月20号 你知道那时候阳明多少钱吗 我挑阳明跟自卫行 我这次也挑自卫行 阳明多少钱 涂谷看清楚 几块 那时候17块 是我郭总没错吧 对啊 我挑韩运股喔 没错吧 是 是不是 17块没错吧 2019年12月20号 这个报纸没有造假 我就选这个股票 有我直接下来一曲弓 有造假直接下来一曲弓 阳明不到20块 我就看好他了 然后散去 散去的时候第8进8出的时候 我再次喊出韩运是over 我有受伤的 也没错 这是事实 然后一直不看好他 你看我是不是对了 在最底部 几乎最底部的时候 是谁给你信心 今天可以很多人讲他给你信心 我你是我插尋股比赛 我现在是冠军啊 我讲话就比较大声啊 为什么我从这一波跌下来 我都没讲话 我这次就讲了 我一买他就找上去 韩运谷听谁的话 听泽泽的话 我就冠军啊 不然勒 很多说 网络上是虚拟虚拟虚拟 为什么是他比赛 没有什么虚拟单 不是一回事 我分析师又不能选股票 我说我要买台湾50 我要买3000万 我也要买给你看的啊 我说不买 跌破100 跌破1万5 台湾50来到115元 我不买我就直接退出股市 我都敢跟你讲的 也有新闻的我要跟你开玩笑喔 我就是有这个天分嘛 你这个很多人越激我 只让我越强大而已啊 谢谢你们 很多人越激我只让我越强大 我谢谢大家 我真的我很开心啊 可是因为我不想要太臭屁 虽然刚才一定有臭屁 还没有到百分之百臭屁 好好跟大家讲 还没有到百分之百臭屁 还没有发挥实力 所以我那时候说要买3000万进股票嘛 对不对 没有错吧 没有错 这个没有 台股绝加买点 郭崇宏发好语 跌破1万5就拿3000万进场 那你看我先送你另外一个3000万的好不好 我现金3000万会加码股市 我先送大家另外3000万 Luna你帮我念一下 哪3000万 千万不要亂做空 千万不要放弃 还有千万要相信哲哲 签名 千万不要亂做空 千万不要放弃 千万要相信哲哲 有没有 有 没有 转折啊 抓转折很重要 我也实际上在比赛 我也有会员秀啊 很多人都要找我毛病啊 怎么样 哲哲 有没有买 有买啊 有人买 说买的不漂亮 我快笑死了 这个几乎今天 盘钱的几乎 新会员蛋是赶快叫人家买进嘛 是不是 102.5也还不漂亮吗 如果看清楚 今天 韩印股 来 今天把杨敏根本赚不到钱啊 买韩印股102.5最低啊 1102 开盘1102 有没有看到 等于换句话说 如果你开盘没有我简讯 你根本买不到啊 对啊 那到108.5还不够吗 13就是6万块了还不够吗 是不是 没有你就知道这样分析 我解采清楚喔 航运股 It's over 就真的over 到这边跌的时候 我说要进场 就要进场 我押五打航运 大家跌破眼镜 你看啊 网友们的反应喔 每个人都为之 风靡啊 说为之发疯啊 你看这网友怎么看啊 你看 郭子龙本周看好 那个蟬龙万海 有没有看到 这有新闻有看到 然后你看我的冠军的话 从赔三成到正式绩效 比毅力 我低 不要乱刺激者责 不然者责只会发挥更强的我 对你没有好处 我是认真的 是 来 这投资产的绩效太厉害 太反正太厉害 是心得啊 我网友 评论这个人 每天都 每天都下载我 每天都转贴我文章 不知道是喜欢我 还是要酸我 但水手们最害怕的 事情终于发生了 韩运始祖 AKA 就是 就是又称为 韩运 is over 全部选韩运 下礼拜有大产面的你看 完全怎么讲 你看 给水手最后一级 一级重极 双五啦 有没有看到 他说我给水手最后一级重极 惨了 就双五啦 水手要变水鬼 透支掌还补一枪 我变透支了啦 完了 对则胜50 对则居然会压弱事股 我只会选强势股 Luna你有看过吗 之前我选强势股股 股票喔 噴出第一个人说泽泽只会选展停板 今天我选点停板的 泽泽只会压韩运股 泽泽怎么样 泽泽怎么样 然后怎么样 我就是冠军 你在侮辱我的时候 你在侮辱其他参赛者 你在侮辱这十几年参赛者 是不是 有你就参加比赛嘛 同秒你 考分参加比赛嘛 是不是啊不然你就跟我对坐也可以嘛 是不是 但是你说我是每天赚钱 也没有啊 说我也很实在啊 下来我还是有套牢啊 我也没有跟你表演这些东西 只是韩运股的时候我要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韩运股 我也会员现在股票的时候套牢 我要告诉你 我不是韩运股 我要告诉你其他股票套牢 我要告诉你我人生从 赔三成到正绩效到正一成 我是活生生生的案例告诉你 人生你不要怕失败 人生是可以逆转胜 从我人生告诉你 失败必分可耻 最可耻的是你能认为 失败就是你一辈子的人生了 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去问编辑 经济报变期 每个都觉得 这种负肌效到正绩效 这很难 你也去参加比赛 你也去 做股票知道 从负三成到正绩效这一成 多难啊 而且短短的 一个半月内 我是被要刺激到的 一个半月内我就认真选 直接往上冲 直接往上冲 你看 上面那些什么货运的 什么 什么的新闻都没有这篇绝望 死去 这边真的绝望 不最后一枪 你看这些人都在参我 你们就没撞到吗 这才是最大利空 周末鬼故事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哲哲对最近很准啊 哲哲对做早毕业 爱你啊 Jazz 本季最后一周超级航运中 随手们致命一级 关键性的致命一级 Critical hit 航运的善中又要敲响的 每个人在参我对不对 末万七级三无法 三无法之后也不准了 长龙 Rest in peace RIP 拜拜 闭嘴啦 对做去买豪宅有吗 豪宅 豪宅的房子 完蛋了 最近蛮强的 年六中选 大盘 是不是 我还知道年六中我不知道 有人说 那个虚拟的 真的要喷的 来 水果殖利率越帅越高 感谢Totube 给 Totube 变Totube 笑死韩云那拉回各位说 这篇文章爆了你知道吗 有几百人在回复你知道吗 对啊 整天航运 is over 然后时不时要震 头战很陡 变头胎长 有没有 这个才完了 有没有看到 完了要再对着一次 你看这些人 是谁反指标 应该不是我 那是不是你们 是 看不好我的 看不好 我的那些酸民们 有没有 我先跟你讲一件事 你们先冷静 你如果还不知道一记 188% 而且不能只压一档股票 是一件 非常难如登天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这样子 你觉得 反而觉得 没什么了不起 我要告诉你代表你的数字 逻辑不太好 因为当你参加比赛的时候你就知道 郭总是不可以超越这墙 是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我要从我人参告诉你一件事 人参是可以逆转胜的 所以我今天很简单 推出逆转188 打顺势牌我可以打吗 188%嘛 逆势牌我当然可以打 我为什么188% 航运 从哪里跌倒 可以从哪里站起来 或从别的地方站起来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不要怕失败 逆转人参知道吗 什么 逆转人参 来跟我一起来 来画面给我 逆转人参 逆转人参 我希望我能帮你逆转人参 好不好 其实 我也都跟你讲 我说我从股市 我在股市中 是从股市赚到钱 我来当分析师的 我没跟你开玩笑 不然我怎么敢放话 丢3000万 你也知道我个性啊 如果我不丢 我到时候到了115元 不丢3000万 我就不入营了啦 我就退出股市了 你懂我意思吧 我敢讲就敢放 我敢放话我就敢做 很多人都质疑我 还说你到底会不会丢 真的会丢 你不要担心好不好 只要问题是我现在少赚1000万的 他就没有下来啦 我一放话他就拉上去怎么办 怎么办 一放话拉上去怎么办 怎么办 而且15 548嘛 对不对 看起来会在破底危机 这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148元 100 说错 台湾50 跌破 15 台湾50来到115元 我就要买 不是跌破 就碰到那边 你就看到那时候我就挂了 就台湾50那时候 跌到那边去 你看到就有263买盘 以上买金 然后 其中263就是我了 265 261 反正就是买 3000万 我忽然认真跟你讲的 那 这波会不会拉起来 韩運股会拉起来 为什么韩運股会拉起来 为什么你知道吗 第一个 上礼拜我来测试你们 我说要问韩運股来的 你看 你们都没有人 你知道上礼拜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讲那么清楚 礼拜五不讲那么清楚 我暗示我们讲清楚 我全部中央你知道什么 我怕同业学我啊 你懂不懂我怕同业学我啊 去选嘛 学我或者选这些股票 可是我暗示的 有点明白又不明白 我那时候也说过 我说 其实最反指标不是郭总 不是什么投资长 透资长 这都不是 最反指标是 你不愿意相信 逻辑的可贵性的人 比如说180% 这真的不是运气而已 这真的要实力 所以你们不要一直开玩笑 没关系 可是不要跟我对坐 你开玩笑 我也没很生气啊 我昨天看到那些文章 你知道吗 我还传给我好朋友们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他们都不相信我 惨的惨的会喷的 我真的想法 因为你们不知道 赚188%多难 你们不知道 从负三成到一个半月 到赚 赚 赚绩效 尤其在这种行情 多难 你们是为了酸而酸 可是我觉得很危险 我觉得很危险 他反而 对做矿的人很危险 他反而会弹出去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我人生就是这样 一次一次的逆转胜 好 现在来了 你说含英谷会不会 会不会在喷 有机位 第一个 为什么有机位 第一个 你知道今天比重多少吗 含英谷比重 通常 你不知道对不对 通常 以前比较好多三成 三成快四成 是 你知道吗 今天不到两成 全部含英谷加起来 为什么 都断头啦 我那时候说过 为什么含英谷 我说over了 因为我那时候直播的时候 一天 6000人啦 是 全部都要我讲含英谷好话 我讲不下去 我说我根本 我根本就载不起来 那么多人啦 那昨天上礼拜 上礼拜五 明明就是我讲3000万的时候 然后明明就是含英谷拉起来的时候 我问你有沒有含英谷 没有人问我 我说含英谷要涨 所以就是你要跟赏户对坐 你不是要跟 188%的男人 就是我对坐 你是要跟赏户对坐 你要跟大部分赏户对坐 所以你看到网路上越酸我的人 那时候你就要买我的股票 记得这个逻辑我是送你一个最好的标的 好 这个跟你讲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含英谷现在长成这样子 现在 20% 你说筹码洗股干不干净 干净 因为很多人断头 为什么很多人断头 我文章写得很清楚 因为阳明他除息 假设100块的时候阳明 现在不是已经除完全 已经除完全洗了 假设100块 除完前期是吃肉吃之前 20块 阳明要除 20块嘛 100块 20块多少 值率20% 他会先除掉 可是 这个 怎么样 这个会假除全息 前六个交易日券商假除全息 怎么样 通常农资断头会怎样 只要跌22% 只要跌两根 是 就要怎么样 就会 被通知追缴 你要断头了 可是因为 从以前到现在 从来没有一家公司 鼓励可以发这么多 可以发20% 没有听过吧 然后鼓励可以发20% 以前 鼓励会发20%的 早就买爆他了 你懂不懂 他说跌越产的时候 鼓励发越多 好 跌越产的时候相对鼓励发比较多吧 已经会蒸发20%的现金股利 再跌个2% 不好意思 几乎所有人通通被追缴了 所以只要有农资 买阳明长农都被追缴了 然后这些人追缴的 然后看他跌下去 不得不断头 卖下去以后 杀农资了以后 难怪涨上去 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卖压了 这些人已经退出股市了 难怪弹起来 因为没量的那些人 就气得痒痒痒 哲哲为什么 你现在 要这个时间做多 气死我 其实也不是气死我 我也不是要跟你对着做 我只是觉得 他来了 我要冠军了 这样我要冠军了 这开玩笑啦 就是有跟你讲 这丑马面他当然洗干净 第2个 网友们的互动都知道 好不好 我记得很开心啦 来 网友们动起来 记按账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看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互动 来来 看大家的留言 对 问大家的留言 我们看看清楚 来 开心啦 来 阳明 投赞阳明会谈到多少 阳明会谈到多少 阳明会谈到多少 至少有机会谈到多少 不是我的目标价 是大会目标价 今天福利社会会有 福利社会都要跟你讲 你自己看 好不好 大家你要锁定 那锁定 都在你们这样子 看 你不用担心 这周不太会死 因为今天是 五胆所三胆展停嘛 对不对 五胆所中 五胆所四胆 索三胆展停 然后会谊 也一度展停就对 你看看好长龙万海 没有错吧 昨天影片嘛对不对 对 6月 不是昨天的文章啦 昨天的 新闻不是文章 是新闻喔 更有公信 6月26号 看好长龙万海 我礼拜五一暗示你 这位谈喔 长龙万海阳明 都展停没有错吧 对 没有错吧 然后会谊 四胆 也展7% 8%啦 然后 通通展停耶 朋友 没有啊我也要买啊 今天来买 新闻员赶快买一下 好不好 不然新闻员六日的时候一直抱怨 同样你怎么中押啊 是不是啊你看又选谷冠军了 是不是 谢谢大家 有时候这社会很残酷啦 什么叫天分 什么叫努力 我通通都有 你能看到我很疯狂啊 你知道吗 我这个人就过动了 前一天很早睡觉 礼拜托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早睡觉 突然在沙发他睡着了 因为他想新节目 我以后礼拜二我有个新节目 因为我就花太多心思在福利社 我要花一点心思在自己身上 你知道吗 有时候卫福利社鞠躬尽脆时候 有些人觉得说 这个好像是 你自己的节目 其实我是为大家好 我要跟大家讲 所以 不然不会花多时间 我们都知道 时间比例很高 以后我礼拜二会有一些 小影片 不是礼拜会录啦 周末会有一些小影片就知道 什么叫真正者者的节目 我很要求完美的 这个跟答案很重要 所以也会告诉你 投资不一样的遐想 你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会拍这些东西 为什么讲扯那么远 不是重点 好 你看有买喔 102.5元以下 久就知道我没有很计较啦 很多事情 来 来 只是比较刺激扯 好不好 刺激扯都没有好处 来 来我们看一下长冬会有拉 会有拉 成本 我一直跟你讲 他 我一直跟你讲 如果大户的目标区 对不对 至少在涨一两根都没有问题啦 什么叫大户的目标 大户的目标价格 目标价区 一两根都没问题 这个你自己看福利社 好不好 我们这有做研究 好不好 只跟你讲 还会在涨 为什么还在涨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线形就好了 为什么跌 跌升最大力度 看这长冬 阳明是不是 长冬跟万海都暂停嘛 对不对 是 没有错吧 2603阳明最先暂停嘛 对不对 2609对不起 阳明最先暂停 对不对 没有错吧 你看 你看 这线形多丑 这边暂停 还离这边那么远 没有看到 暂停在这边 几乎看不到对不对 一根一线 所以换句话说 这就算他填权 填权起到这边 线形还是很丑啊 是 还好啦 啊 今年可以赚七八十块了 你现在八十块一百块 都还好 都有散展空间 其实最主要 之前他为什么会跌 筹码太乱 就这么简单 光直播要看我讲 韩运股的人 直播人数就六千人 那时候我点击率动辄 快要十万 现在影片还是有三四万啦 算很多啦 头估计还是数一数二 可是问题是 跟之前十万还是有差 那时候大家都有韩运股 可是当现在大家没有韩运股的时候 他就喷出去了 所以 之前会跌是筹码乱 现在会涨就筹码干净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所以还是有机会涨 台股会不会跌 台股理论上 我不知道会不会跌 只要跌破一万五 我觉得我胜算机率很高 我胜算有八成上 我自己觉得 我都敢砸三千万 你有跟你开玩笑吗 所以我还希望 我内心是 如果按照我郭总的利益 我内心怎么样 是希望 跌破一万五 再上去 因为我可以多赚一千万 可是就如果是会员的权益 我告诉你 没有跌破一万五也没什么不好 因为少一天你们痛苦 我也开心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得之我命 不得 得之我信 不得我命 好来看一下 来看这些股票 六四七七安期 这拉上去的 最近 我短期股票拉起来 停电概念股有机会 AB5载版为什么今天大涨 因为之前跌最凶 所以就平常心就好 好不好 好来 所以跌越凶的 越是好股票 台胜科 最无聊啦 本来就不应该再破底了 这边都有机会再噴出去 2303 联电 联电怎么样 有机会 好不好 最低来到多少 42.4 有机会 我这边还想再买进 我是认真的 四十几块我再买进 联电你这边 太夸张了 他敢跌我就敢买 他敢跌我就敢买 我是很认真跟你讲的 如果我要赚比较多我应该是买联电不是买台湾50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买台湾最多赚30% 我买联电 你知道如果只赚到70块我可以赚到 赚40% 46 60块就好了60块就赚到40%了 你听懂吗 60块就赚40% 40几%了 如果我同样丢3000万40%是不是1200万 如果买台湾 赚到 如果买台湾50要突破前高 才能赚1000万 同样3000万嘛 所以我要买当然是买联电比较好 可是受 受限制 因为我是分析师不能买股票 可是可以买ETF 讲清楚 很多人断三起乎的话 可以买ETF 所以 我是可以讲买联电我还觉得比较划算一点 只是不能买 那就买台湾50吧 有达你看啊 我之前看起来就破底 有没有今年现金 跌破现金 价格 公司要亏损 为什么这边的价格还没有跌破 这很怪很怪喔 电子股最弱的都抢了 你去想一件事好不好 2330 台积电 是不是礼物 同样我要跟你讲说台积电 这边中长期我认为都不会死 只是台积电诞生 限制他的 涨幅 要创新高 有点硬 不是不可能 只是 他顶多到700块 今天外资 头版就有提到说 他们有上调目标价 就是700到850元喔 我跟你讲你不用相信外资 第一个 你现在你说 外资来花旗 花旗啦 然后大摩 大摩有人做空啦 好不容易空翻多了你看 台积电就是被他空翻多 害的 他才不真正的翻指标 你听懂吗 台湾股市的时候上看 1万8 2万 就下来了 他真的很准啦 你又分花旗 又分外资 又分什么东西 都不重要 因为当大盘跌下去 副潮是在五丸卵 所以你要找一个会解大盘的 有期货分析是 我 会解大盘 然后跟你讲清楚 这行情 至终我就是一定的脉络可循 我 只有脉络可循 你要忽多忽空 我是觉得比较难做 这个每个人每个人想法 我有没有批评同意 又怎么样 只是说 我的个人想法是说 就算我演他要做空他麻烦 重点是低胆的时候你怎么去 逆转胜 我不是就告诉你这一切的吗 从-30% 一样嘛 那重码也不会多发给我啊 是不是 选股比赛也不会多发给我啊 要不是说我自己 还可以加钱加码 对不对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我那时候也做过去年5月的时候 15 159点的时候 那时候一直暴涨暴跌 暴涨暴跌也是空头 可是也是绝佳买点 这样不就有点像是这样子吗 他要为这上去 至少我觉得航运股 最乱的筹码 所以很多这些筹码跟信心 信心筹码都是一样 筹码问题 就有机会再喷出去 你说连电也好 连发科也好 这些跌什么啊 我笑死人 你这么不看好台湾 就像当你已经 你看今天为什么 今天暂停版为什么 航运股还19% 大家已经对他死心了 所以他反而会涨 当你对电子股连发科 连电死心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无厘头了 你觉得为什么会散张 然后这时候 舌舌剪尾刀 有必要吗 但是头刀也有剪啦 上面也有买啦 我会讲实在话 所以我活生的例子是说 从-30% 然后那时候赢低 差第一名差了40% 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没有 没有赢100% 我觉得很无聊啦 我是真正老 所以那时候我压快篩股 我想要赚 赚40%赚50% 全部照跌下去了 然后被 很多人刺激到 一被刺激 激出最强的舌舌 从-30%到赚10% 没有人在学步比赛这样干的啦 我就很造奇蹟了 你要不要第一名分析师 活生生的逆转生的人生 从180%也好 从航运股也是从20块 然后一路这样做多做多 七进七出都赚钱 到第八进八出的时候赔 还赔不少 可是最后的时候我给他希望 说点火说发风说发飙 航运股就发飙 我是抓最好的转折的分析师 这个可以作证 冠军也是最好的证明 一切都不必多说 所以我多有号召力 多少人在看我节目 所以我跟大家讲多少同学看我节目 我谢谢他们 因为他们我更成长 我更着转 我也不喜欢去攻击别人 虽然很多人喜欢攻击我 可是我跟大家讲 大家欢迎去比赛 逆转的人生 逆转 188% 的人生 团表这跟大家讲 逆转的人生 逆转188%的人生 有188% 然后我跌下来了 再次逆转 所以你要怎样的分析师 今天10点之前 这一个月好像没有推专案 Luna是不是 印象中没推专案 如果没记错没推专案 所以只到晚上10点 所以只有 只有今天 也只到今天晚上10点 我希望逆转人生 去想想看 你要怎样的分析师 好不好 因为接下来 我要更多的股票 我要一起去逆转 团表3000万 先送给你 接下来我再加码股市 再敢跌我就敢买 千万 不要乱做空 千万 不要乱放弃 千万要相信诊责 不论对我有错 逆转188专案 团表 直到今天晚上10点 欢迎来翘勤 08066 8085 080来来来8085 经济日报公开选五档 暂停四档 暂停四档 能逆转胜的人生 只有我国总 信不信有你 可是我证明一切给你看 去想想看你要怎样的分析师 也预祝各位 能够 再充股市里面 逆转的人生 谢贵 欢迎帮我们影片留言按赞 想要一起加入逆转188的方案 一起逆转人生吗 可以播到我们专线 080066 8085 080066 8085 我们等你喔 拜拜 请诈骗盛行喔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外都不是喔 LINE小组 S178 Telegram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账号 小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这些偷偷假冒 只有这三个账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都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喔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